抑销的其实是农业的抑销质量 第一个从经费来看 其实我们全国的营养午餐费用 加起来一年 大概有140亿到150亿之间 那如果再加上就是说 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善团 会去寻助偏远地区的小朋友 比如说家里吃不起 营养午餐付出 营养午餐费的 那其实会有一些社会善团去捐助 那这些钱加起来 其实也大概171到180亿左右 那大家想一下就是说 我们现在农业预算 农业预算大概一年 超过1000亿上下 那可是大概有将近一半 是用在发老农津贴 社会福利这个部分 那用于生产端的补助 或是支持 大概只有500多亿 那如果今天 这个100 大家会有印象就是 可能比如说一年 花在这个发修跟补助的费用 可能就是大概上台一套 比如说假设是 上台多一套 如果今天能够推动这个 我们的营养午餐的食材 避产避销 就是来自于在地 比如说用器做的方式 比如鼓励学校 透过农会 或者是这个农民团体 去跟农民器做 如果能够形成一个 把这170 180亿的经费 是用于这个投入在地经济的循环 其实对于解决我们农业的问题 其实是有不小的 不小的这个帮助的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透过营养午餐去支持 我们的在地农业 其实现在大家觉得说 我们的农村经济非常的消耗 可是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进来 因为我们的农民其实是有 至少有一个基础的 这个经济支持跟消耗 他都愿意去投入生产 然后我们的孩子会吃得很健康 因为你的食材是来自在地的 而不是说 我听过一些案例是说 他是台南 做台南的营养午餐的反善厂商 可是他可能那个菜 是跑到台北的这个批发市场 拉菜回台南去做 因为这个台北市场可能价格比较便宜 可能他会看 比如在西洋底啊 或在那些地方 你给他看这个台北市场比较便宜 他会跑到台北的拉菜在那里 那其实你觉得这个过程 其实这个蔬菜在长途律书的过程 的新鲜度啊 食材新鲜度 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子 地产必消地方气作的方式 不但小孩子可以吃到一个新鲜的菜 而且在农村里面啊 大家因为彼此的人际网络 是非常严密的 如果今天你这个农民 送的这个菜 然后偷撒了多一点农药下去 其实邻居是会看的 因为那些会说 你的菜怎么 你不是要购物给那个村庄小孩吃的吗 那种农药会撒 就是其实农村是有一种监督的机制 或者农民会想说 我这个菜是要送给我邻居孩子 甚至自己孩子吃的 那他也许在这个处理上面 是稍微会比较距离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心想食农教育 就是说觉得 因为我们孩子 就是要了解食物的来源 然后那需要一些 比如说可能是去农田去体验 比如说跟农夫学习这个种稻子 或是怎么去有心蔬菜的菜 去看农夫怎么去照顾 我这个辛苦的鸡菜 那其实现在很多心肺是食农教育 那食农教育 最好的场所就是在 就是临近社区的一个农场 因为他最接近也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生产过程 那他对